拉肚子要止蟹?汉衣,应该先把肠胃拉几排前进。 《伤寒杂并论》书名一开始便标示出伤于寒。 可以想见外感是所有急性发炎最关键的因素,其中以伤于寒为最严重。 我们从临床上来看义是如此,几乎所有头痛、背痛、腰痛、四肢酸痛,都与外感息息相关。 妥善处理好外感问题,大部分底层问题都会得到解决,甚至是癌症的复杂变化。 一位好医师如果能够处理外感,几乎大部分急性期的问题,都会得到最关键的缓解,不管是发烧、疼痛、甚至是牙痛。 很多人都觉得牙痛是牙科的问题,其实那是汗衣最擅长的。 便秘与腹泻。 便秘又是另外一种急症。 西医急症室的病人大约有一半以上都是外感,另外三成是肠胃问题。 三成肠胃有问题的病人,半数以上有排便问题,排不出便或是排便排的不前进,只要照腹部的X光片,就能看到肠子里面积满大便。 有这些症状的病人,当汗衣问起有没有便秘,都说没有,病人觉得一周没有排便是很正常的。 西医院消化内科教科书就是这样写,一天排便三次跟三天排便一次都是正常的,如果连医生都这样想,病人一周没排便,当然是见怪不怪了。 腹泻也是考验汗衣的处理能力,在我的门诊通常以最戏剧化方式呈现。 当病人主速拉肚子,其实通常呈现肝活与类似便秘的迈向。 大部分的病人拉肚子都是吃坏东西,吃坏东西大部分不应该止泻,大部分应该要通应通用,也就是说必须把垃圾排前进。 所以当我看到病人拉肚子来就诊时,我反而是要开类似致便秘大黄之类的药。 就是要把垃圾,不管是食物中毒,肠胃型感冒病毒,吃到不该吃的食物,轻得浅浅,若是用了止泻的方法就把垃圾统统留在肠胃了。 急性腹泻当然有很多种处理的方法,但是不外乎通因通用。 等到慢性期时,所谓肠造症或者是习惯性腹泻的病人,都是虚实夹杂,一方面要调理他的脾胃,更得要一并处理食肌或发炎的部分。 我的这些心得是从伤寒杂病论里面,失常的泰因病与祸乱病体会出来的,也就是试桂林古本,甚至十三稿长沙本里面,增加最多的条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